CANVAS 13 繪圖 哈囉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這支影片我會用這台繪王的CANVAS 13繪圖螢幕 帶著大家一起畫出這張貓咪被子蛋糕的插圖 那如果你對這台繪圖螢幕有興趣 或是單純想要跟著影片一起畫出這張圖 都可以一起看下去喔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也會分享一下今天使用這台CANVAS 13的心得 以及比較一下它跟我以往使用過的其他繪圖板 或是繪圖螢幕有什麼樣的差別以及特色 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今天要用來畫圖的軟體是Painter Essentials 這算是我第一次使用Painter我對它的介面是比較不熟悉的 所以我想就用最基本的筆刷跟橡皮擦的功能來畫出這張圖 就不會用到補層效果等等複雜的功能 首先打開一個新的檔案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先選個灰色 筆刷我用的是這個平畫書法筆刷 首先畫一個大大的橢圓形 這個是杯子的面 那再來上面要先長出貓咪的身體 其他的頭也是一個圓形 下面就畫出杯子蛋糕底部紙的位置 再來可以用橡皮擦把一些多餘的線條擦掉 畫出耳朵的手頭上放一顆櫻桃 再來我們畫杯子蛋糕下面的紋路 先從中間畫一條 然後用這樣子分一半一半的方式去把線條畫出來 最後在他的身體跟杯圓的地方 擠上一條奶油 最後畫一條尾巴 那我們在草稿的下方新增一個圖層 草稿的透明度把它調低一點 第一個就從貓咪的身體開始上色 下一個再新增一個圖層 我們畫紙杯的部分 再來可以關閉一下最上方的線稿圖層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上色沒有上好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趁這個時候調整一下顏色 再來就要開始畫每一個色塊的細節 那一樣是從最底下的塗層開始畫 我們來換個有一點半透明感覺的筆刷 來用個水彩 先大範圍的畫出右側的陰影 再來要畫亮面 那筆刷用的是這個濕柔壓克力筆 顏色的話就是吸一下底色 然後把它往亮一點的地方調一下 把畫面放大之後去看一下有沒有要做調整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再讓顏色有更多的變化 亮面的地方加上一些橘色高光的效果 那我還蠻喜歡在陰影的地方加上一些藍紫色 那我還蠻喜歡在陰影的地方加上一些藍紫色 這樣可以讓畫面的色調更豐富 最後我們再換一個很細的筆刷來稍微加強一下邊緣的部分 最後我們再換一個很細的筆刷來稍微加強一下邊緣的部分 比較糊糊的會比較精細的感覺 在最底下就是畫布上放在新增一個塗層來幫它畫上一點淺淺的影子 最後來總結一下今天使用這台繪王Canvas 3的心得 先說結論 我覺得它完全是一台值得入手的繪圖螢幕 那它的筆畫起來感壓非常的直覺 然後快捷尖也很夠用 螢幕的顯色跟解析度也都沒有問題 那我自己很喜歡的是它有一條Type-C的傳輸線 可以把電源螢幕線跟畫素的USB線就是合在一起 只有一條線 那整個桌面就非常的正潔 那我自己原本有在使用的畫圖設備 是這台22寸的Vacom畫圖螢幕 那它的尺寸就是只能放在桌上使用沒有辦法帶出門 Canvas 13的話它的大小就可以放進袋子或是包包裡面 帶出門完全沒有問題 那以往我出門的時候通常就是帶筆電 搭配這種沒有螢幕的手寫版 那這台繪圖螢幕 它就是解決了手寫版 手眼要分開的這種問題 可以直接看著螢幕畫 這樣子會好畫很多 另外我很推薦給有在使用遠端教學的人 就是在Google Meet或是Zoom的這些視訊軟體裡面 打開白板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這台Canvas 13上面寫下你要寫的東西 或是也可以去下載一個試用版的繪圖軟體 那就可以把它當作白板來使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跟著前面的畫圖步驟一起畫圖的話 歡迎在你的社群發布作品並且標記我 那對影片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